官庙面,你应该耳熟能详 全台湾的卖场和市场都看得到 但是,你吃过充满阳光滋味的官庙面吗? 官庙面兴起于日治时代 官庙地区小小的乡镇聚集了许许多多的制面厂 合进就是一家手法铺石 让面条充分受到阳光日晒 充满了阳光味道的制面厂 杨庆龙是制面厂第三代负责人 原本在乡公所担任公职的他 因为父母年事已高 不舍从小就喜爱的制面厂无人传承 毅然决然地投入家族事业 以自己的阅历与想法 替制面厂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因为这是父母 早一辈的父母他们所 从小的时候他们就在做的工作 而会做回来做这个 就是说大家都年纪大了 你这家里的事业是要有人来帮忙做 所以说就回来做这个做面 从用水保持一定咸度的水质 到季节不同得跟着选择不同精性的面粉 面粉搅拌时间 这些都是靠制面师傅的经验下去判断 以确保制造出来的面 弹性与Q度都一致 久到压研程序 让面看起来既扎实又沉重 这是杨先生的坚持 绝对不允许自家生产出来的面条松散 轻易地锻炼 日晒面 手工日晒面 它四季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它用的面粉及搅拌的时间 及压合的时间 洗面的时间也会有略略不同 把那个面粉的口感提升到最高 然后压研出来的 所制造出来的面会比较滑顺 又Q度又更高 所以说你日晒面跟一般的烘干的面 再相差就差很多了 折面的阿姨熟练地将切好的面条 一把一把地折好 盘在竹篓上 这些阿姨一做就是二三十年 随着制面场的兴起 为这些当地的阿姨们 提供了一份额外的收入 观妙面的精华在于充足的日晒 一篓一篓的面条在日光下曝晒 日晒过后的面条就是与烘干的不一样 不仅面条有弹性 不会轻易断裂 还可以感觉出一股阳光的温暖 炎热的天气使得工作人员 既全身包得紧紧的又满身大汗 夏天气温较高 得维持在两个小时左右翻一次面 使面条上下都充足得到日晒 而冬天日照时间较短 面条的曝晒时间得更长 维持三小时左右翻面 几乎再与时间竞赛 手工日晒面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晒面这个部分 因为晒面这个部分 夏天的话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 可是温度也比较高 一下子就跳到三十五六度来 所以说你在太阳底下工作的话 真是会汗如雨 整天下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太阳底下晒 这是最辛苦的 台湾人就比较憨厚 就比较纯朴对于一些事情的 就不会想得那么多啦 对人的满和善的 这是个看天吃饭的工作 天后不好就无法开工 许凡雾霾空污都无法进行晒面 制面完成后若无法进行曝晒 面的口感和味道就会较差 所以宁可选择不开工 这样几十年的好味道 如何让它被更多人知道 喜爱并多元的发展 考验着负责人的智慧